谁要是搞腐败那套 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 若是我毛泽东搞腐败 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毛主席为何如此生气 这天刘昭奇书记得知了一个难以置信的事情 那就是原天津地位书记刘青山 以及现任张子善等人腐败严重 涉及金额高达171亿元 看到昔日立下战功赫赫的老同志 被资本主义的唐一炮弹打倒 他感到十分荒唐 此时一旁的周总理也是连连摇头 一脸震惊 因为他刚刚查看了东北局上报的材料 一个小小贸易处居然就有人挪用了5亿元 而沈阳市的一些单位 更是揭发出多达3000多人有贪污行为 周总理他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于是立即将此事告知了毛主席 主席感到十分气愤 并表示一定要从严审判 从此起到一个震慑作用 让后来者引以为戒 与此同时天津地位的副委员 来找刘青山汇报工作 在屋里等了很久都迟迟不见起踪影 不奈之下他只好自己上楼寻找 谁知刚好看到刘青山在抽打烟 旁边还有一位美女相伴 副委员见状赶紧上前选说 刘青山不仅不听选告 甚至还一脸气愤地将下属当场轰走 一旁的美女以为是在撵他 刘青山赶紧嬉皮笑脸的一把将他拉住 副委员看到这一幕 也不好再说什么 只能无奈地摇头离开 不久后毛主席下令全国开始整改运动 刘青山和代表团一起前往北京 准备汇报工作 没想到被公安人员在火车上直接扣押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他一头雾水 但是听到是上级的命令 他也不得不予以服从 随后刘青山就被带到了招待所 并在门口的一个房间住下 直到这时他才感觉到了不对劲 于是询问工作人员旁边房间住的是谁 听到是张子善时 他立刻意识到肯定是自己贪污的事情被发现了 而如今的阵仗应该是要对他们审问 正如刘青山预估的一样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公安人员分别对他们二人进行了询问 没想到刘青山丝毫不把审讯放在眼中 该吃吃该喝喝 对于自己的罪行始终拒不交代 不过张子善的态度却完全相反 他自知大事不妙 为了将功补过 便将全部的事情都一五一十的交代清楚 大道从香港进口三辆汽车 小道以此洗澡花了九十万都说了 此外还主动揭发了刘青山的嘴壮 我估计他贪污各类款项 应该有一百七十个亿 张子善 你们想过没有 贪污这么多钱 你们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面对这一灵魂拷问 张子善也是懊悔不已 然而刘青山却并无悔改之意 在他看来 自己顶多也是被作为典型 可当他看到工作人员面色沉重一眼不发时 终于忍不住气了 于是气急败坏地大喊道 一路到底也行 大不了回家种地 可惜刘青山怎么也没想到 最终等待着他的不是苟活于世 而是一生枪响 故事还没结束 请不要走开 下段更精彩 我毛泽东不想做恶人 但是为了新中国的大局 总得有人做恶人 上集我们说到 1951年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 以及现任张子善 因贪污腐败严重 被公安人员扣押审问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 法律体制还没有完善 再加上刘章二人立下许多革命功劳 为了妥善处理这件事情 毛主席慎重考虑了许久 不过伟人向来对贪污腐败 零零人 因此最终决定将他们处以急刑 什么 急刑 是的 中央已经定了 不行不行 当下刘人嘛 这样的结果让黄静感到十分惊讶 他觉得刘章二人 在战争时期是有功劳的 应该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于是和薄一波商量 希望能为刘青山他们求求情 毛主席对于薄一波同志的来访 一点也不惊讶 他招呼薄一波坐下 耐心地听完了对方的意见 一波同志向主席警示 能否取消对刘章的处置结果 给予他们一次改正的机会 毕竟他们过去在敌人的严谨考打下 都不曾屈服过 带领手下士兵进行过艰苦反击 并且赢得了强有力的胜利 毛主席深知刘青山他们的功劳 但他认为新中国必须肃政内部风气 因为夺取全国胜利 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 我可以给他们一个机会 可是台湾的蒋介石不给我们机会 帝国主义也不会给我们机会 毛主席坦言自己并不想做恶人 但是为了国家的发展 总要有人下决心 正是因为刘章二人的功劳大 地位高 影响广 才更应该严肃处理他们 只有这样才算是对得起全国的人民 只有处决他们两个 才能挽救二十个 两百个 两千个 两万个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之后公安人员告知了张子善处罚结果 张子善虽然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他万万没想到 省委不仅开除了他的党籍 还判处了死刑且立即执行 他感到无比震惊 亦是无法接受 瘫倒在地 他想不通自己明明已经供认不会 认识到了错误 为什么还会面临这样的结果 可惜 亡羊补牢为时已晚 而另一边的刘青山听到这个处罚后 只是身体一战 贼口说了声重呢 剩下的就只有对孩子担心 他不怕死 就是放心不下自己的老婆 和三个年幼的孩子 工作人员表示 不会牵连他的家人 国家会照顾他们 直到孩子们参加工作 刘青山听后很是感动 他从来没有想过 在自己犯下那么多错误之后 国家还会对自己的亲人 如此忐怀相待 后来工作人员还为刘青山和张子善 准备了最后一顿丰盛的晚餐 不过此刻他们的心 就如同屋子里的气氛一样沉寂 他们曾经为了国家和人民出生入死 可惜后来却逐渐堕落 沉迷温柔香 正是有了毛主席对贪污腐败的灵容忍 才会让更多的人铭记教训 坚守底线 让我们一起向伟大的领袖 毛主席致敬 一起向那些意志坚定 青年无资的干部们致敬 故事还没有结束 请不要走开 下段更精彩 张文来的眼睛太厉害 无论我在哪 他都看得见 后脑勺都张眼睛 他原来就是共产党的特客 蒋介事轰炸开国大典的计划失败后 他并没有就此善罢甘休 他正密谋派出国民党高级特务段云鹏 准备暗杀五党领导人 开国大典期间 防守非常严背 段云鹏没有找到破坏的机会 但是也抵不过毛仁凤不断的催促 段云鹏没有办法 只能暗中收买了一个会用枪的花匠 并给了他一个合法的 进入中南海的许可证 让他观察毛主席和周总理等人的行动 并要求花匠潜入 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住处附近 准备地画出毛泽东和周恩来住所的位置 找到最合适安放炸药的地方 蒋记是迟迟收不到消息 发电报催促段云鹏行动 没想到段云鹏根本不回应 还不让任何人用电台 但是他雇的这个花匠实在是个新手 初次行事就和周总理撞个正着 并引起了周总理的关注和防备 周总理专门找到警务旁先军 让他和陆进驻一中南海的这个花匠 这也导致花匠根本找不到下手的机会 庞贤君和陆进乔装打扮跟踪花匠 而花匠从头到尾都没有反应过来 花匠和段云鹏反应 周总理的府邸很难接近自己没有机会 不耐其烦的段云鹏给了花匠一把手枪 让他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 找机会 先干掉中人来吧 正好我党截获了段云鹏和蒋介石电台通讯记录 发现段云鹏在津津地区飞速发展特务 甚至已经将势力伸入到了中南海 周总理知道后非常生气 无比恼怒的总理决定抢先出手 要求立即抓捕国民党的特务 并且捣毁段云鹏的所有电台 段云鹏的行踪也早被掌握 在逃跑途中直接被抓获 至于花匠同样落入警卫员手中 而周总理亲自出面追问 一开始花匠还拒不承认 但是后来承受不住压力 将主谋者段云鹏全盘拖出 把段云鹏带上来 是他吗 就是这个老板 可段云鹏是个硬茬子 无论总理怎么审问也绝口不提 段云鹏的此杀失败了 但是蒋介石的野心还未停止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